一切都要向何修 其实我当初找这个課程 因为我读完中午 很害怕找不到工作 出去其实有很多选择 有酒店、有美容、美甲 有很多东西 找了很久 每一年都要兩萬多元一年 但剛好看到網站 看見港村有一個不用錢讀的課程 有美容 有美甲 有埋化妝 學到挺多的 學習方面 老師 他們不是普通老師學生 他們好像朋友 因為他們年紀不大分別 他們教我們化妝 整甲 他們會坐下來示範 示範後 如果我們不明白 做錯了哪裏 他們都會親身坐下來再做一次 他們不會只說 像以前中午的 你坐在那裏 老師又站在那裏只說 其實課程有一個很特別的 他們有一個三天兩夜的攝影機 裡面的攝影機真的挺好玩 是說我們平常不會說的 可能他們會問你 其實為何讀不到上去中五中六 或者是甚麼問題 在那裏真的會大家談到很多這些事情 讀完這個課程之後 學校都會介紹我去一間 都算是一間大的公司工作 那間公司是屬於一些美容 化妝 即是跟別人做臉部 做琳巴那些 我這個課程也有學過的 就介紹我去做 我做了大概半年左右 裡面都可以的 做得很開心 但我自己因為想專注做化妝的部分 我現在就做同身兩化妝 設計 都有幫他們做的 這樣全設計做 其實我一天都有五千多六千元 其實接下來的目標 我也想做一個有知名度的化妝師 可能也有點難度 但也會繼續努力 也想跟時下年輕人說 你們可能現在找不到自己的目標 或者是想不到自己做甚麼 讀甚麼 可以嘗試想想自己喜歡甚麼 再從這方面發展 我覺得現在其實美容發展一向都是非常旺盛 當然大家都知道美容院越開就越多 那這一行你問我有沒有做 那一定是有的 但是因為現在也多了很多美容院 那首先一有多了美容院的時候 就多了競爭 所以變了其實作為一個美容師 如果他能夠全能一點 就比較優勝一點 年輕人有甚麼好處呢 有時可能因為他是比較像白紙 你訓練他一些甚麼 可能他吸收會快一些 也都不足其 即可能一些新的產品 或者是新的技巧 出了的時候 可能有時年輕人他們學會快些 通常你融入到美容行業裏面 他首先一定是不會告訴你 他44A 即他讀書本身是不會說很厲害 所以在我們請他的時候 你的requirement 你不會說要他很聰明很聰明 但問題是在我們的立場 就是如果他想優勝 就是勤力 即是當他讀書不厲害的時候 就把琴補絕 你的人是勤力的 我想你老實一定看到 你真的想投入這一行 不要你拿甚麼certificate都好 趕專讀一些美容課程 或者起碼你讓人覺得 我是有興趣的 因為不是人人都可能 可以給到很多錢 去讀那些甚麼美容學校 可能他家裡不是很富裕 但他都會有心 其實我覺得就算是政府資助的 例如一些美容教學方面 他起碼去讀了 都是一個 即是叫做 給老闆覺得他是有心